今天我来到科学园里面的人工智能设计研究所 是会看看研究团队如何改良两种 用在设计穿戴产品的人体工学分析工具 我又会即场用检测仪器 看看我行路姿势和足部结构有没有出现问题 同时是理大纺绩及服装学院副教授 易杰伦博士过往负责的研究项目 都是以需要穿着功能服装 或者鞋类产品的用家为服务对象 Dr.亦,你好 你好 Dr.亦7-8年前与医院合作 引入了一套3D掃描系统 希望帮糖尿病患者做鞋占 改善他们的触步健康 多特益,其实这套系统 是否买回来就立刻可以用 当然不是 这套系统是可以帮我们做足部的掃描 但如果我要拿多些数据 或者我们要知道变形的情况 我们其实就开发了很多不同的程式 才可以拿到我们要的东西 以我所知 其实这一类的足部掃描 在很久之前已经坊间出现过 但是分别在哪里 传统的足部掃描一般都是很局部的 大部分只能看到脚板底的形状 会是怎样的 但是这部机可以让我们知道 脚面和脚底同时 还要在动态下的时候 脚部的形状会是怎样的 你既然一场来到,不如你也试一下 好 人的脚部结构非常复杂 里面的关节位和软组织 就算在正常情况之下 都会随着人处于站立、行走 或者负重状态而改变 如果本身有扁平中 没有指内分或者外分等的问题 甚至糖尿病患者 往往更加会因为脚部严重变形 而很难买到穿得健康的鞋 或者鞋垫 多多亿,我刚刚做完3D的素描 其实是可以看到什么的 刚才你在脚部素描的状况 完全已经可以在这里掌握了 例如一开始的时候 就会踏到玻璃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看 到底你的脚点的位置会是怎样的 好像在这个画面里面 你就会看到 你第一个受压的位置 就是脚跟平面的位置 其实也是挺正圆的 而且是没有向内翻的 在这里你看到 其实你的脚的压力位置 是扁了的位置 是一个挺正圆的位置 所以也看到就是 你的布姿是挺好的 做完布姿检测 了解自己走路时 脚板着地的形状之后 我接着再做另一个 有关脚部压力分布情况的检测 这次我会带着一对 连接住电池、无线发射器 等电子配件的压力感应鞋垫 我们举高你的左脚 先铺住 对了 好,放下来 举高你的右脚 准备了 准备,可以行动了 就这样穿着鞋 来来回回走了一会儿 最后的检测结果是 我走路的时候 大部分压力都集中在脚趾宫 先走路的时候 自己是有点感觉都很开心 因为我的足部都很健康 但后期再做多一个 再详细一点的分析的时候 就发现原来我平时 因为穿得多高跟鞋 或者一些尖头的鞋 原来我的脚趾宫收压的情况都挺严重 所以他们就建议我 其实以后真是 可能要少穿一些比较尖头的鞋 如果不是 迟些可能真的会出现 一些无止外翻的这些情况 我听到都挺担心 因为我以为 其实穿那些鞋都没什么问题 但原来一路不理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除了我的数据 Dr. Yig说他们希望收集到 更多用家的数据给AI学习 令他们可以研发出一个 比市面一般只能量度静态情况的 脚步分析仪器更准确 和更简单易用的系统 我想现在一对 普通在诊所做 帮你专为你订制的鞋箭 一般都要千多二千元 还有用到一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最贵的 就是因为要订制 帮你做鞋箭是最贵的部分 但是如果我们用了一些 运算的程式 帮我们去估计 将这部分的经验 或者经验的部分 取缔了的时候 我相信可能四五百元左右 其实就已经可以做到一个鞋箭 而且时间都会快了很多 他还说他们正是分阶段收集中 不同群组的检测数据 但是糖尿病患者 估计都要有过千人才足够 另外他们也会针对 长者和小朋友两大群组 进行收集数据 因为老人家的退化 脚部退化是很明显的 他们很需要 譬如说如果他的脚是变形的时候 其实会直接影响到 他的膝肌的关节 甚至乎盆骨 有些甚至乎会影响到 他的背部 即脊骨的部分 其实小孩很多都是有扁平足的 即是在上学那些 这个可能我们都需要考虑的 就是一个群组 除了脚部分析系统 实验室另一个人体工学设计研发项目 是简化版的头部掃描系统 这部有10组摄影镜头的头部掃描器 用家带了一个弹性头套坐下 镜头就会拍一批他头部的相片 然后再制成立体头像模型 项目的研究人员说 他们正在收集不同用家的头部 和面部数据给AI学习 接着再研发一个系统 只要用家提供几张头部照片 输入系统就可以直接生成立体头像模型 而不需要像现在这样 用既大部又昂贵的仪器才能做到 现在用手量都可以 但是如果有3D掃描的话 就会方便一些 我们可以拿数据拿得快一点 其实快一点就会令到更多人 可以享受到度身镜头的头部 现在用高一点的照片 可以变成3D的头型 那个选择的选择 现在其实可以差不多2mm的 平均地2mm的准确度 平均就… 例如颈部的后面那些就没那么准确 那面前面那些部分就增确一点 那平均来说是2mm 除了简化版的头部素描系统 他们还希望将来进一步建立一个 头部和面部的模型数据库 帮助时装和医疗业界开发更多特新订造的产品 例如防护性面罩那些 还是防毒面具那些 其实可以贴得紧一点 那这个也是一部分 还是那些其他的安全设备 例如单车帽 那些 还是医疗用具那些 固形、头部那些 其实都可以用3D的数据来做得中确一点 还有成本都可以低一点 如果长远来说 我们都希望可以带到别人家 其实如果你需要订造一个产品 其实可以在网上订造 用手机的相机拍几张照片时 传上去 我们可以帮你处理之后 帮你度身订造 还是帮你选一个最适合你头部的产品 还是零件 其实头部是我们可能相对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部分 因为可能鞋我们都会觉得 我们要怎样关注脚的健康 但是头部如果我不戴帽的话 可能我就觉得不需要去量度自己头部的一些尺寸 但是其实他们今天在做的 就是去做一些可能防毒面具 或者是一些单车的一些头盔 令我就想了 其实现在一些穿戴式的装置都很普遍 那会不会在将来这一类型的素描技术 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去 去救治这些穿戴式装置的时候 是更加可以符合到自己的尺寸 做到一些更好 更加精准的一些体验呢 所以建议是 这个系统能够能够刷 尺寸的组织很小的改变 我们特别是有兴趣的人 在早期的肌肉疯狂 下一节回来 会和大家看一间眼科中心新研发的 检测眼疾和改善视力方法 还会和大家看一间塑胶回收厂 如何利用科技去完成分类 为什么我对眼一时清一时蒙 我想都是要找专家 帮我检验一检眼稳定一点 这个今年六月开幕 由香港理工大学 和加拿大华铁奴大学 合作营运的科研中心 是专门研发 与眼科疾病相关的技术 一场来到 顺便做个普通的视力测试 测一下我对眼睛 看黑白色对比的敏感度 按一按键 搞定 不知结果是怎样 你好Ben 我刚刚试试 我们有什么结果 结果是很棒的 所以你的两个眼睛 非常均衡 如你所看到的标准 这些隙子正在中央的摄影镜上 这意味着两个眼睛 都同意到你的感觉 好,那是好吗 那一定是好 那是我们希望在这个试试 Ben是挖铁奴大学的教授 专门研究认知神经科学 特别是大脑分析 眼睛所接收信息的过程 和如何透过大脑 改善视力障碍等的范畴 他说一些隐性的眼疾 例如黄斑病变 青光眼等 在非常早的时期 用一般的烟眼仪器 未必那么容易发现到 又见及此 Ben的团队就研发了一种 新的眼睛检测技术 希望可以更早地 感测出眼疾 一开始是发现人类的眼睛 原来是可以感测到两字光线 而每个人可以看到的图案 是根据视网幕后的神经细胞结构 而有所不同 所以当结构因为患病而改变 他们看到的图案也会不一样 而我们可以透过反射回来的光 可以从摄像头中看到那个图案 我们是设计在透过系统分辨出 视网膜结构的微小改变 我们现在主要研究 有早期黄斑病变的人 他们的特征是失去了眼睛中心的高清视力 Ben解释 这部量子光学装置 利用激光将量子图像射在视网幕的位置 他们就会知道病人所看到的图像 和图像本身有没有出入 从而知道眼睛是否出现毛病 他们希望开发这部量子光学装置 为传统燃眼系统增加多一个另类的方法 而除了燃眼之外 他们也就着改善视力方面 进行一个暂身的测试 当眼睛接收到外面的资讯 就会透过神经系统 传送给大脑处理 然后构成影像 所以有时视力模糊 除了眼睛 也有可能是和大脑有关 所以团队也想到改善视力由大脑出发 而这部脑刺激装置 就是用微弱的电流去刺激脑内的视力细胞 从而令它变得更活跃 让视力有短暂的改善 做之前 他们要和病人做一个完整的脑部3D素描 确定和校正刺激的位置 他说这个方法 团队先后在加拿大和香港 做过小规模的测试 从调教疗程的时间长短 电流强弱等等 看看这种另类疗法的有效性 我们的研究是想找出脑刺激的即时反应是如何 我们想知道脑刺激之后 24小时之内的效果 发现部分情况的改善能够维持这么久 现时这些改善会随着时间而减弱 其实我们在刚刚开始研发的时候 有一些参与者的改善效果可以达到几个月 所以我们都试着将这个短期效果延长 令到更加适合用在医疗之上 针对眼睛健康 中心也都开发着各种工具 包括这个用相对微弱的电磁击 作为家用版的颅磁击装置 主要是想方便长者能够在家中接受治疗 还有声称能够减弱视力加深的身形镜片等等 另外和眼睛相关的研究 例如做温动和维持良好视力的关系 甚至可不可以用泪水 代替血液做身体测试 找出其他疾病等的一系列新技术 Ben补充 中心最想做到的是希望从眼睛这个器官 研究和开发不同的医疗解决方案 我们希望开公司 将这个技术带给公众和不同的组织 长远我们希望和香港和国际方面合作 并引入更多研究中心事力影响的专家 而这个亦是全球人口老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日常生活用品 由水瓶、包装袋去到文移用品等 不少都是用塑胶所制成 当这些物品够了或者过时不用 怎样令它们可以循环再用 会是一个挑战 这间厂力都可以说是多高科技 用了现时最新和最好的回收技术 将一些胶瓶进行加工回收 变成一些叫做食用级的RPT薄片 来自比利时的Frank 是一间成立了两年的塑胶回收公司负责人 全港每日有大约20吨的塑胶垃圾 会被送到这里处理和加工 制成不同级数的塑胶薄片 供应给不同的包装生产商 Frank解释 塑胶薄片视乎回收塑胶的种类 大致可以分为四种 级数最高和最有回收价值的PET 通常是来自装矿泉水等的饮料 或者食物的水瓶和器皿 壮例如清洁剂等的塑胶器皿 就属于次一级HDPE 好似水桶这一类PP硬胶 和国份加业会释放毒素的PVC 回收价值就最低 和欧洲回收PET业界比较 它们的运作主要是基于法例和框架 所以投资者和企业在不同国家 都会受到非常清晰 和容易理解的法例管住 现时政府都推出新的框架 鼓励回收 虽然现时没有立法规管饮品制造商 但是它们也会负起责任 用食用级RPET薄片生产新胶浸 准备的框架器 要做好回收 首先要从源头分类做起 Frank表示 欧洲在PET回收方面 设有相关的法例 香港这方面就相对缺乏 加上市民对垃圾分类意识薄弱 要在联造造的塑胶垃圾中 将有价值的PET分别出来 以往用人手处理不单只免得 过程中也难以确保没有失误 混入次一等的塑胶 所以Frank的公司 就决定用科技来代替人手 如果没有自动化和光学筛选移的话 起码要有30至32个人负责分类 主要是将混入的胶瓶和物料做分类 这类工厂每天大概要有10至12个人工作 每天生产量是10至30吨的薄片左右 这一部利用光谱反射原理 设有高解进度镜头的光学筛选意 Frank说原创设计本来是为了筛选 不同质素的咖啡豆、马铃薯等用途 生产商改良之后 它就变成一部塑胶分类仪器 除了能够将透明的PET和半透明 或者不透明的HDPE分辨出来 而气也会同时应到用来製造瓶盖的PP 自动化对生产量和稳定质素都很重要 业界一向不断追求的就是这两项指标 或者操作机器的时候发生意外的风险 分类完成 可以循环再造的塑胶 会被送入这部机器进行切割、剪碎、清洗和风干的工序 最后还需要经过双重热洗 就会变成主产品食用级的RPET膠粒 和副产品非食用级的HDPE膠粒 而RPET膠粒出厂之前 更加要做最后的抽氧检查 确保产品纯正 这里我们会再用光学筛选 而做多次品质检测 将杂质和食用级的RPET薄片分开 离开工厂前 肺炎室会再分析样本也很重要 那我们就可以保证到我们所有产品 是达至食用的级数 如食级的RPET薄片分开 我们可以保证到我们所有产品 如食级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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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